你好 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 我是杜真林 作为家零售银行 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贷款占风龙银行 总贷款组合的80%以上 意味着在延迟还贷的6个月内会受到影响 从营运方面来看 在延迟还贷期间还是会持续计入收入 所以利息收入预料保持稳定 费用收入打击比较大 因为信用卡和扣账卡交易量大跌 信用成本则预计会提高 马银行投行研究将2021和2022财政年的 现代成本预估调高至8个基点 凭借着总贷款减值率仅0.8%的强劲资产品质 获存比率在85%显示流动性足够 以及强劲的资本地位 风龙银行在此波动之际可说是避险天堂 行家将目标价下调至15令吉 实现建议买入